顺利排出死胎案例 回家后让先生帮助按推整个后背原始点并全身温敷 肚子热敷和服用浓浆汤 干浆片二两和红参汤一两 第二天下午五点左右肚子开始痛 腰部和间锥部位痛得像要裂开一样 赶紧让先生按推相对应原始点 五点二时开始大量流血 按推完疼痛减轻 开始大量流血 我躺在热垫子上不断补充生姜汤 这时就一点都不痛了 还躺着跟先生聊天 六点左右去卫生间排出来很大块东西 这是二十七号下午六点钟排出的 晚上八点左右又下来一大块 这期间流血很多 每次去卫生间都会有东西排出来 感觉排得很畅快 没有痛苦 直到晚上十点多钟 流血逐渐减少 第二天还能做简单家务 这是晚上八点多排出的 一个妹妹来看我 听说我是自己在家下的胎 吃惊地瞪着眼睛对我说 怀孕超过四十五天 必须去医院手术的 何况是胎儿停孕了 你竟然在家这么轻松 在这个过程中的体会与分享 一 只要热源足够 身体会自行排出异物 用原始点下胎真的不疼 二 下胎前几天因肚子不舒服 灌肠十几次 直接温暖下腹部器官 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 要对原始点深具信心 过程中流血很多 即排出血块 才不会慌乱 胎儿用原始点方法 很顺利排出 恢复过程中 经常用姜粉泥灌肠 八月三十日 又弄下来一块 很臭很硬的东西 九月十八日来月经 经血量比以前多 没有任何不适感 八月三十日 用姜粉泥灌肠后 又弄下来一块很臭很硬的东西 后期有淋漓不敬现象 我知道热能不足了 先生就用姜粉泥 给我按推整个后背和剑锥原始点 做一次大闷肤就干净了 现在身体很好 感恩张医师 感恩原始点 感恩将我引入原始点 并指导支持我的季节